怎么说呢 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确实是有些线圆形 什么叫线圆形 线圆形就是说 Gram Dodd 本来他是一只亲友 是什么意思 聚灵神 他其实这个Gram Dodd 从实力上来讲 比起现在的这一班实力最强的这几个人 比较顶尖的这几个人 我觉得他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差距 这个球打得有点不知所愿 打得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你看露不露 好像还是露的吧 不一定说 偷一点赛还是能过的吧 有 好像根本不用偷赛 是要做一点赛 走到这种这么尴尬的地方去 这个 已经想到了这个 我觉得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想到的事情要把它做到 除非你没想到 但这是一个能力使的 就是干法什么都好控制 因为打的点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有一个就是力量 是身体自己的一种感受 这个是需要大量训练 让自己的身体适应和技术 这些力量的变化 当需要使出几分劲的时候 随传随到 哦 滑力 反赛 走下来 走下来 看看到哪里 漂亮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感觉这个 Wicky Walden在 运杆的时候 尤其是刚刚这种 很难打的球 要发力的球 他的这个嘴巴 和舌头 会随着这个运杆一张一吸 感觉 感觉像那个 小孩似的 嗯 哎呦喂 右边那个怎么样 闷了 一两 右边那个 没有啊 我们看这个破百表的前三位啊 Hendry O Sullivan 和Higgins 这个三个人 其实 他们凭什么能够 在这个破百的 这个次数上 排在前三 就是凭他们的走位 凭他们的 对球的 对球队的理解 对球的选择 是 哦还有的打 换了 昨天晚上 我碰到了新西兰的飞镖世界冠军 叫Warrin 他也是一个斯诺克的球迷 他一听到说我在解说斯诺克的这个比赛 他激动得不得了 非常非常激动 他在问谁在打球 什么什么样的比赛 你要告诉他斯诺克的 他经常会爆出一些很老的名字来 因为他是一个老球迷了 他会爆出很多老的名字来 然后会讨论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的知识库有点捉襟见肘 哎呦 太好 怎么说啊 一直在讨论他们的主球颅和主球颅和主球颅和主球颅 他们这个 呃 新西兰的 比较流行的是 这个 Sinuka 哈哈哈哈 Sinuka Sinuka 不是Sinuka Sinuka是巴西的 是Wallee 就是Pukio 就是这个 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球球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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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五 那两个人今天 错来错去 哦 那边有观众 有这个照相机的灯光的闪情 嗯 这个是在 太令人不容易接受 嗯 而往里打的这个弹呢 正是对着那边的看抬的 嗯 这个球失误之后呢 说老实话 处理起来不太容易 那只有黑球右上角的那个球可以打 这个球是正好可以过正好可以打 问题是 比较远 做到球比较难 嗯 就是说他们这个 新西兰呢 嗯 他们 喜欢玩一个 在 美式球桌上的游戏 呃 规则和黑八一样 嗯 唯一的区别 哦 是黄枪走板 我觉得这个球是比较难打 是比较难打 但是这也打得太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觉得有什么差问题吗 问题是没什么问题 这只是运气好而已 好了 最低下这个风球 嗯 就一定够到 哦 罗尼这个 这么认真的表情 蛮少见的 他要把这刚才那次失误救回来 这动作很变量的 哦 强强强强 太强了 嗯 他脸上每当出现这样的表情的时候 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 对 有点像关公开始睁眼了 嗯 原来威和的二目要睁开的话 凤目一睁就要杀人了 就把滑熊给斩了是吧 哦 那个游戏就是说过啊 他们打的是一个黑八的游戏 但是 是一颗黑球 和七颗红球 以及七颗黄球 对 我知道这个角 有一个专门的 他这个黑八是分成这个 酒吧的黑八和比赛的黑八 对 对 这个是我看到的 每一个球要叫带的 对 每一个球要报带 嗯 他也是告诉我说 他们 哎呦 很让人担心啊 他们最喜欢的比赛是莫斯卡尼杯 嗯 现在莫斯卡尼杯已经没了 17 2个是在平行的最下方两颗,所以上方一颗 你自己做的 快點快 齁齁齒賽的 這個效果 又出现了Kick 但是 确实是一个Kick 哎呀 挂不住 运气太差了